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上旅游的角度 一同前往世界古蹟圣地 简苦寨 我们一行人到达了 简苦寨的仙日机场 已经着实感受到这里的 烈日高温 现在我们来听导游是怎么说的 目前整个柬埔寨没有新车 都是二手车 再加上 最近是我们柬埔寨 全年最热的时候 所以车子 它的冷气是 抵不了天气的 我们一般都称它黄温排 早上七点的时候两块 跟晚上六点的时候两块 那在外面几度啊 在外面今天比较好啊 今天大概38度左右 38度 这是我们柬埔寨导游 小林很轻松平常的语气 他告诉我们正常来说 白天的气温是摄氏40度 所以柬埔寨有两大教派 一个是佛教 另一个就是睡午觉 因为周五过后 真的是太热了 之前我们就常常说 连生活活到达了某个地方 往往会有天垂异象的情形 这一天我们到达了柬埔寨 一下车进了饭店 同门曾药泉师兄 立刻就发现了 不可思议的彩虹云景观 一生被搞定了 上面那边全部都有了 他好像一个人头了 真的 哇 属胜了 真的 你看他吵着这么漂亮 你看看 这样漂亮哦 紧紧了 漂亮哦 阿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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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人生死地后 这股肉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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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他 没有 你说 哎呦 彩虹 当我吃点了 喂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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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菜是这样漂亮哦 已经七成了 把口感到漂亮才有 有蓝 鸩 白 鸩 谢谢 谢谢 这是第一天到达饭店 天空给我们最好的见面礼 事实上这次的旅游 炎热的天气下 佛菩萨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感应 比方说真的太热 师尊说来一点云吧 我们的顶上就真的沉了阴天 而且都是上车才下雨 下车就雨停 实在是科学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柬埔寨的第一个晚上 没有冷气的餐厅 我们正体会着这里的美食 还有夜晚的高温 以及与我们相随的蚊虫 对于接下来几天的旅游 我们充满了挑战的期待 在你我心中有 在你我心中有 我们的朋友们 吃了一天